楊琛琳剛結束高雄場演唱會 9號出席代言活動 只是訪問才一開始 氣氛就有點小尷尬 我會真情突然真情告白跟小蕙說 靠腿甩開她的手這件事 我好難回答喔 因為你 你們不想要有聲音對不對 對 來 先把麥拐掉囉 喂 OK 幫我把麥的聲音先關一下 謝謝 演唱會已經結束了那個 好 好了 可以可以 好了 沒事沒事 真的很會避問題喔 不過陳琳接下來還是很有耐心的 跟大家說這件事 我在台上講這些話 我自己都沒有預料到我會這樣 對 就那個時候很想要告訴大家 也很想告訴她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很正面的想法 去看待我跟小鬼之間的感情這樣 能跟初戀保持這麼好的感情 但好像不是每個前男友都能這樣喔 我覺得 有些人是值得一輩子都不需要聯絡 值得一輩子都不用見面 但是小鬼就是值得 繼續跟他維持關係的一個男生 你也有很恨的時候嗎 沒有沒有 我當然不會 我當然不會 我覺得 你這樣問的人嗎 喔 你說 你沒辦法一輩子 沒有 我覺得我是在告訴大家 說的是誰 我們也很好奇呀 而最後的這個問題 哎呀 又讓大家捏一把冷汗啊 謝謝 現在男友會吃醋嗎 你年紀還很小喔 問這個問題 他不會想到那方面的層面啦 對對對 好 謝謝 這個問題基本上就是 不能存在的啊 謝謝 謝謝 看看陳琳這和善的臉 淳淳說這位幾則姐姐 你今天非常幸運喔 非凡威樂台灣報導 大家好